一手市场缺盘焦点,购买力回流二手,中原地产统计的十大屋苑,本周末路得21宗成交,较上周20宗多一宗,创五月初以来17周新高纪录,连续五周企运双位数水平,10个屋苑均6成交,天水为江湖山庄及荔枝各美夫新村最旺,分别6、5及4宗成交。 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陈永杰表示,踏入9月份,本港疫情略为放缓,增加市民入市信心,但限聚令营实施,导致一手市场继续搬兵不动,欠缺新盘供应,市场焦点集中二手市场,加上部分业主愿意提供合理以价空间以达至成交, 情价跌量升局面,于疫情持续下,市道上算不错,中原地产五要组表示,江湖山庄周末六得五中成交,平均尺价10428元,成交暢旺,买家入市意欲转强,最新成交包括景湖居11座高层B室, 实用面积630方尺,三房间隔,交吉放盘于即日以630万元逆手,尺价1万元,原业主2015年9月以458万元买入单位, 持货五年,账面获利172万元,升值38%。沙田第一成本周末逆六得三中成交,包括46座中层A室,实用面积284方尺,二房间隔,以533.8万元逆手,尺价18796元。 中原地产赵洪运表示,则如冲太古城本周末六得两中成交,其中东海各极低层私室,屋外赴公家平台,不入契,实用面积723方尺,三房两次向南望街景,以1190万元市价沽出,尺价16459元。 据知,单位去年底曾以1700万元放盘,当时叫价属偏高,在疫情及社会运动影响下,累减510万元或30%中卖出。 据汇丰银行网上估值,上指估值1351万元,现造价刑低161万元或余一成。 原业主2014年以892万元买入,6年升值33%,太古城另一中成交为山至一火低层两房户。 望电车路,实用面积598方尺,减价50万以1000万元沽出,尺价16722元。 屋苑本月站六六中成交,平均尺价18286元。 中原地产阳文杰清,同区康仪花园本周末六一中成交,为Q座高层六室,实用面积466方尺,二房间价,以860万元逆手,尺价18455元。 中原地产阳文杰清,淋康传网,赤尺价15,≠大lamation圆刑。 中原地产阳文杰清,淋康传网,尺价20,尺寸21。